依照凶手在死者身上留下的痕迹 我们可以推断凶手行凶的过程 你寻找的是死亡在躯体留下的痕迹 而我探究的是生命在心中留下的痕迹 凶手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 拥有地点 死亡方式 危险 各局警力要通力配合 绝对不可以再有新的痕迹 是 我们在领 凶手在暗